中共贸易战新举措还是耸了,揭秘川普不具开打底气在这,北京零关税进口五国大豆暗藏玄机川普,不具贸易战底气在这,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总统川普没有丝毫退让之意。 港媒分析认为出口仅占美国经济12%贸易战只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大约0.1%的影响,况且美国经济持续向好。 26日,中共宣称7月1日,其中共对从印度、孟加拉、老挝、韩国和斯里兰卡等国的大豆执行零关税分析认为至暗藏玄机此外,北京放风称,刘鹤继续主导中美谈判,驳斥了之前的胡春华接任的说法。 川普不具贸易战底气在这东方日报27日评论文章表示在结构上,消费占美国经济增长比例达70%左右,出口仅占12%,相比之下出口占中国经济增长近20%,加拿大占33%,德国更是近50%,虽然贸易战没有人是赢家, 但总有人伤得较重或较轻。很多经济学家认为,贸易战对美国短期经济影响不大,预计只会影响0.1个百分点或以上,即例如2018年,美国经济增长目标是3%,若降至2.8%根本不是大问题。 美国经济目前预期今年第二季会按年增长3.7%,若成真将是2005年以来,首次出现季度经济增,涨超过3%水平主要受贿与减税,增加政府开支,极低失业率以及企业加大投资,力度为数年以来最大北京零关税进口五国大豆。 按藏玄机6月26日中共国务院关税税,则委员会发布通知,从7月1日起中共对从印度、孟加拉、老挝、韩国和斯里兰卡大豆、油菜籽等进口关税,从3%下调至0同时,对其他如钢铝制品、化学品、医疗用品和玉米、小麦等进口关税税率,也有不同程度下调法新设置。 这一举措是为减少对美国进口大豆,征收高关税给中国带来的压力。 美国是中国大豆主要出口国,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大豆,高达140亿美元此前,中共已表示将对美国大豆征收25%的关税反击美国。 不过,中共抛出这份大豆免税名单后,有专家质疑名单中的五国,并非全球主要的大豆供应国,也不是中国进口大豆的主要来源国。 中国真正进口大豆的三大来源国是巴西,美国和阿甘廷据报道,去年有5000万吨大豆来自巴西,占了中国大豆总进口量的53.3%,美国大豆的比例为34.4%, 中共对亚洲五国免大豆关税的做法迅速引发外界关注因为印度,韩国都是大豆进口国其余国家,也并非大豆高产国。 中方此举疑似增加了中间商最终结果,可能是全世界做大豆生意的,都从美国买大豆,然后再转卖给中国放风。 刘鹤继续主导中美谈判,王岐山不访美6月26日马云旗下的南华早报引述匿名的北京知情人士称,虽然主导中美谈判失利,目前已无力阻止关税战,但刘鹤仍然是谈判的核心人物。 报道只很少有人怀疑,被习近平认为,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刘鹤,还将继续担任中国的经济沙皇。 消息称刘鹤领导的中共中央财务和经济事务委员会办公室,仍家是主导中美谈判的唯一机构刘鹤,从不同部委选择成员组织谈判小组,并领导这些谈判,这是一种制度,安排,无论谈判结果,是好是坏都不会改变。 对于外传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面访美的说法该消息人士称,目前并没有让王岐山进行进一步谈判的计划,日前由海外中文网站传出中方或江镇前一帅,由熟悉外商的副总理胡春华接替刘鹤的消息,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。